经过几年测试,Stanley Robotics的机器人团队,本周在法国里昂的圣埃克旭佩里机场正式开工。 其工作就是代克博车。 据Engadget介绍,这些机器人外形宽度,约与一辆小型SUV相当。 它们除了拥有自动驾驶的能力,其配备的金属手臂,也可以抬起车轮。 顺利拖引车辆至目的地。 车主首先要将车开往,并停放至一个特殊的车库中。 随后机器人就会将车辆移往真正停放的地点。 车主返回机场时,系统会根据航班资料。 早一步让机器人将车重新带回车库,车主就能及时取车。 这项服务最大的优点是,省去车主等待和寻找车位的时间。 此外,由于机器人能够将车辆停放的更为紧密。 同一个区域内车辆停放的数量能提升50%。 当前,Stanley Robotics机器人戴克博车涵盖500个车位,但未来将以6000个车位为目标。 据悉,目前,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机场和巴黎的戴高乐机场都已展开该服务的测试。 今年晚些时候,伦敦的盖特威克机场也将展开测试。